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注意这个细节 照片需要有细节 有了细节才会说话 好 过一张 再过 好 那么我拍了那个场景之后 我又到前面来 到前面来呢 把这七个人的正面我都拍一下 注意 也注意一个情况 这个牌子呢 他们的手没有垂手而立 但是从这个牌子正面呢 看不到他们的两只手在窝着牌子 或者端着牌子 或者停着牌子 没有 再过 那么你看 这是七个人 这个人中医在两块面当中都出现了 那么这样的话 就是说为什么呢 我给大家讲一个 你们所不知道的一个秘密 当年的五十年前的这个秘密 好 过 再过一张 你看 这就是人中医 我单独拍了他一张 因为我对着 我问一下七个人 每个人都拍了这么一张照片 注意 这个为什么他们的手在后面看 都在端着牌子 而前面又露不出来手 就是这个牌子啊 我问你 史东先生 你以你现在你的观感来看 这个牌子是什么材质 是一个硬子版的 硬子版 合理 就是合理的想象 还有呢 或者是一个是一个木板 对 就是雕刻板吧 雕刻板 就是一个纸板 贴上一个字 一张纸 写了字 对 就给他们挂上来 对 那么实际上它不是交合板 也不是纸箱板 它是铁板 铁板啊 对 想象一下 这么大的一块铁板挂在脖子上 它的脖子该承受多大的压力 而且上面 注意上面 云忠仪这个特写看到 上面的不是一个绳子啊 不是一个粗绳 软绳子挂的 是一个铁丝 就当时就叫八号钢丝 一个铁丝拧在上面 再挂你脖子上 这个铁板的压力啊 就往脖子里越压越深 越压越深 而现在那些脏派给它 往脖子上挂的时候 往往不挂在衣领子上面 有的还就挂在那个 皮肤上 就自己挂在后脖子上面 前面看着好像在衣领子上 实际上后面是压着它的 那么它这里就看出来 它为什么人人都在后面 手前面不敢端着 就是减轻一下铁板 对脖子上的重量 想到这一点呢 现在的人们 尤其是没有在大陆经历过 这个文化大革命的亲历者 就难以置信了 对对对 好 这个人心为什么是这么坏啊 就是想的办法 就是这么这么毒啊 就是想尽的办法去折腾人 这个人心呢 有善的一面 也有恶的一面 对 当你是调动它的善 还是调动它的恶呢 对对对 那么文化大革命 就是在调动着 人性当中的恶的一面 嗯 那么当时 这些人要这么做 他们内心呢 可能并不认为 自己是在 那些造反派 并不认为我在做恶 嗯 他们想的可能是 毛泽西 教导我们说 要把这些人 这个这些 走资本主义 到了当前派 打翻在地 再踏上千万只脚 你想要打翻在地 本来就是够厉害了吧 嗯 还要踏上一只脚不行 两只脚不行 三五只脚也不行 要踏上千万只脚 那么 他们就在这样一个 这个调动人性的恶的 你这一方面的 就是把这个恶性 打膨胀 打发扬了 嗯 就想怎么能够让他痛苦 怎么样 就怎么对待他 中国 中国有一句话 就往死里整 哎 就往死里整 是 我拍的往死里整的照片 还很多 很多 今天大家还没有机会能见到 好 我们再看下一张好吗 我们看下一张 好 那个 呃 呃 呃 这些人都是在 毛主席向前面 挨批斗 呃 在这个毛主席向 开这些大会前面 呃 正当中是挂着毛主席向的 但是呢 在毛主席向上 挨 受尽了批斗 这些走资本主义 到了当前派 当毛主席 千变万变的被呼 呼喊啊 祝他万事无疆 但最后他还是 撒手人寰了 嗯 在这个追导大会上 就是我在那个椅子上 正要站高了来拍摄这个 呃 黑林江省各会的一把手 叫刘王涛在致辞的时候 这就是拍的一张照片 嗯 就在这个画面 对面呢 就是站着 任忠仪 对他们这些人 哦 向毛主席做最后的道别 哦 才过 哦 啊 这就是那个 毛主席的追导会 我是站 我在那个 一个 小纺车 那个云梯上 那个云梯有那个吊斗 在那个吊斗下来 站了很高 来拍摄的那个长影 这三张照片接下来 哦 三张照片 就是三张照片 里面上面带着痕迹嘛 两边带着那个 那个剪灯 那剪的剪下了那个痕迹 对 当时那个照片呢 纸板的时候 嗯 是看不出来的 哦 为什么当时纸板是用新版 哦 用像金属颗粒一样的 哦 印的报纸上相对的是粗道的 嗯 我像现在交板印刷 嗯 所以那个修一下就可以了 哦 这里面有一个有一个有一点我想讲一下 那个国旗那个旗杆 那个国旗天空是白的旗杆也是白的到上面来就看不到那个国旗旗杆了 降板旗旗就看不出来了嗯 所以后来为了发道为了政治上的正确就把那个旗杆用深色给修出来了哦 你看那个旗杆下面是白色的到了那个天空部分呢 这是变成了那个近乎于黑色的了 深色的 深色的 另外那个当时这个旗子你看也是画出来这都是我自己画的哦 嗯 那个那个旗子正好飘的位置呢和那个主旗台那个黑色混在一块了哦 一看不到半旗也看不到旗子 所以后来就把这个那个苗里苗画了个旗杆 苗里苗画了个旗子从相反的方向吹起来了哦 哦 好 那么这样的话才能保持到这个照片的正确 咱们现在不强提一句政治上的正确吗 嗯 就是这个意思 哦 如果这个飘了个旗子看不到旗 降了半旗看不到上面的旗杆 那就政治上的不正确了嗯嗯嗯 所以好再往下走 再过一张 好 这就是文革的后期啊 这个被打倒的那些走自民主义道的当前派 嗯 又一一的平 嗯 那又一一的被这个呃 不时不要平反 当时不要平反了 就是一一的又 重新站起来了 嗯 现在这个在这里面呢 看 从左边数 那半个 有半个人 嗯 算一个的话 一二三四 第四个人 左手第四人 就是任中一 哦 就带了白 每个人都带了白花的 就是 带白花 对 这在向毛主席告别了 任仲仪旁边站的第五个人 那就是省革命委员会的一把手 那么当时任仲仪已经在省革命委员会当中的排序 比文革之前还升高了 是亨利亚省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 但是排名比他原来在批斗那个位置上 就排的比起来高了一两个位置 那么我当时拍这个照片的时候 我心里在想 你们当年戴着高帽子 就是在毛利奇向下前面挨整 就是您刚才说的光死里人 那么现在呢 他老人家心里面而去了 你们现在就一个乖乖的站在这里 向毛利奇的老人家来道别 像当年发号令造你们反的人做最后的道别 我后来跟朋友讲 我说不知道他们现在心里想的是什么 然后下一张 好 这个就是有历史的跨度了 还不算是穿越 我这里先讲的是什么呢 这是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的9月份 北京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15次全国代表大会 任忠仪那个时候作为广东省的一把手了 后来作为代表团 他已经是厉害了一把手到二线了 但是他在就像您刚才介绍的 他在改革开放当中 他只是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中国常常就说这样一句话 说邓小平当年在南海边画了一个圈 就是建立特区嘛 这个圈是谁把它建立成特区呢 就是任忠仪 任忠仪那个文革之后 他调到了 把他调到了东北三省当中的重灾区 就是辽宁 辽宁当一把手 为什么说辽宁是重灾区呢 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在那里主政 把那个辽宁那里弄得是十分的黑暗 调了任忠仪去主政辽宁 他主政辽宁的时候 说这个人的开明就在于 这个他是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当中的高级知识分子 中国共产党的那些老干部啊 有真正有文化的 那称得上知识分子的人 那个少之又少 但是任忠仪是这样一个人 他到辽宁之后 他就率先平反了张之心的冤假错案 张之心知道吗 不知道 张之心就是被割喉啊 枪毙的时候 因为他反对毛主席嘛 就是不同意 这个反对四人帮 反对毛主席 反对文化大革命 我知道 一个女士 对 那么他就是那个 最后枪毙的是判死刑的 曼也新他们执行的嘛 判死刑的时候 他要呼喊口号嘛 他之后就被割喉 割了喉以后就不能发出声音来了 就这么惨烈到这样一个程度 把他按到 当时据文字记载回忆 去把他按到砖头上 在那个牢房里按到砖头上 就给他割开了喉咙 让他呼喊不出来 那么 那么这个原案呢 那个是 任仲仪主政辽宁的时候 把他披露了 披露出来 后来 他又给他平反了 这个平反也是受到很大的阻力啊 我可想而知啊 可想而知 是啊 那么他主政辽宁之后 辽宁给治理好了 又把他调到 这个广东 到广东去做一把手 当时是接谁的办案呢 那就是 西中巡 西中巡 原来是广东的一把手 西中巡要调到中央来任职了 原忠仪接了他的办 下一章 好 这是在事务大上 我当时是以美国 那个华国媒体的名义 申请采访的 这照片中左边的就是您嘛 对吧 对 那个跨着相衣嘛 对 穿着个摄影背心 对 那我就是当时我也采访了香港回归之后 回到北京呢 我就想也采访一下 这个中国共产党十五大 我采访十五大想 心里憋着一股什么劲儿呢 我自己此生啊 做记者的时候 就因为我始终不是党员 申请加入共产党总部获批准 所以包括省医的市医的 乃至于人民公社的或者生产队的那些党的活动 小组活动我都不能参加 为什么 你非党群众采访党的活动 你这个容易泄露党的秘密啊 所以后来我想 好 我就申请采访十五大 因为我刚刚被批准采访了香港回归嘛 我是挂着美国议者的那个牌子 还真的获批准了 我就这样的话 一想 我这一生没有采访党的会议 我这采访的第一次就采访了一个全国最高的 全国的代表大会 二 我想我知道任忠仪参加这个会议 我要向他当面赠送这张照片 就是他被批斗这个照片 下一张 下一张我看 好 就是你赠送 就是你赠送的时候 就是把这照片当面赠送给 当时是我女儿 她是香港文汇报的文字记者 她拿着傻瓜机 给我拍了这么两张照片 记录下来 我给她赠送照片的瞬间 好 再往下走 在十五大上 我就跟那个 任老说 我说我想跟您有机会 能跟您聊一聊 按东北话叫 落落科 就是聊聊吧 他说呀 我住在京西宾馆 那里啊 那个访客 没有办法进去 另外 我會議日程也很緊張 沒有辦法 擠不住時間來跟你見面 因為到這個時候 他已經就算認識我了 也能調出我的名字來了 為什麼 因為我前面說了 1987年我的照片獲了一個獎 其中20幅照片 其中包括任仲仪被批鬥這張照片 當時有人告訴我 任仲仪這個照片在1988年3月10號在中國美術館展出 展出的時候 有人告訴我 任仲仪正在中央開會 聽說他的照片在中國美術館展出了 所以他就去看了 我心裡就很緊張 很緊張 所以後來又告訴我 他在那個照片前面驻足許久 不肯離去 我心裡就在想 這糟糕了 這可能就是我把他的這個 被批鬥的那種 不光彩的那個畫面給他展出了 這是不是涉及到小想權問題啊 他們後來又告訴我呢 他不只是去了一次 去了三次 一個高級幹部 在中國美術館上到那個三樓去 去看著這個 我這個還展覽他的照片 先後去了三次 每次都在他那個照片前面 站很長時間呢 我說糟糕了 糟糕了 這個東西 那個時候還沒有什麼消息權的意識呢 但是我知道這個照片 肯定一個不高興啊 我說他做一個高級幹部 我做一個小白丁 一個百姓 那麼他要說一句話 那我就持不了兜子頭 後來又有那個中國社員家協會的一個雜誌 叫大眾攝影雜誌 編輯部一個人告訴我 一個編輯說 李政勝是任中一的兒子 對應商人家協會的 鬨輯說 對應商人家協會的 中國人給付出